本场比赛虽说快床有几成伤 道士丽艺森丽罗某次的表现 远远已经征服了405的主场球迷 全场替代登场34分钟 25 投13分钟 二坎次15分 其中发球16和16钟 依然是伤伤力十足 尤其是目前帮走21分 堪称是每轮每换 对于如今的这样的快床的男说 有如吉时临一般 但是这场雨还不够持久 迷迷解下快床的燃眉之急 而这就不能怪力威了 快床的五个首次夹起来才得到31分 还不够力威三元凤呢 熟高熟低一看 变高下力叹了 当然斯林兰得以营球很大程度上 外公公鱼没思复出 本场替补登场的他 砍下22分六度攻 交出了完美的打阵 尤其是关键时刻的二交音更加彰显西里MVP的风采 同时斯林兰也结束了连带 罗斯英复出就见光 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而葛喜哥为金苏又缺证了 可真是营球四尴尬 七熟时尴尬 而本场比赛过后 比六人的奖向的部署又越来越明朗了 罗斯本赛季的表现无庸置疑 该关时刻铃铃胜远 网球轮回边风 场均坎向18.4分4.8个助攻 但是罗斯本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场数 仅仅为27场 而反观快传的罗斯林兰姆斯 本赛季至今已止52场比赛 全被替补身份出战 场均坎向19.7分5.2助攻 在网者得分差不多的情况下 德孙想要在场次上 终上立威有点太难了 更何况 快传就如今的配置剩下的比赛 又只能依靠立威的德孙来维持了 德孙上终上也有点难 只能跟雷斯说声对不起了 立威正要抢走他的比六人了